倩条没有拿到 但任务一样要进行 天快要亮了 时间不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已经没有任何力气去做了 是你对自己太咯咯了 在这世上的确有很多事情会起冲突 别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便过去了 你却偏偏要睁 睁出个子手银帽出来 自然是要比别人累些 你是在说我对公子的质疑吗 难道你也认为我在无事生非吗 不 这件事你没错 但公子也没有 他既要保全鬼化城 又要保住你的性命 层层算计下来 恐怕也只有这一条路 就像 就像什么 就像我那天 用公子 换了鬼化城上下所有人的性命 宛媛 我不是为自己辩白 我的确和阮娘有一个约定 但我并不是七公子于不顾 你是说 你终于愿意把你的秘密告诉我了吗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回来你身边 就知道你这句话 只要你愿意离开 我一定做到 都准备怎么样了 都计划好了 明天我们就去正义山庄 这药粉效力如何 根据你的吩咐 特别调制的 药效比以往都要强 而且 无需口服 很好 这衣服的样式 不像鬼化城的姑娘会穿的 而且颜色也有些奇怪 方哥有个妹妹叫方盈盈 今年十九岁 可是小时候遭了难 所以心智 只停留在十一岁 这件衣服 就是他的装束 城主 鬼化城不是一直有个 不成文的规矩 或不及蹊跷 有吗 鬼化城什么时候 有了这个可笑的规矩 可他还是个孩子 那又怎么样 你对别人心软 别人会对你手软吗 我可以再想想别的办法 就用这个办法 就用这个办法 好了 你别管了 剩下的 我会让婉香去做 城主